大家好,我们关注发生在上游天堂,下游苏航,苏州的惨烈的案件 一对日本人,一个母亲和她的一个娃 在上学的途中,在校车抵达车站的时候 遭到一名罪汉,一名莽汉,一名壮汉,本地人持刀刺杀 两个人受了伤,完了以后又准备冲到车上 对日本人学校的尸身展开大屠杀 然后被一个工作人员给难住了 结果这个人就对工作人员扩好,工作人员是个中国人 一通狂痛,导致工作人员严重受伤,生命垂危 目前得到的消息是,日本的母子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 正在抢救过程中,这个事情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哎,怎么说呢?上个星期啊,上个星期在沈阳 在东北的吉林市,几个美国过来的教授 遭遇到一个什么人的刺杀,是吧? 后来就不了了之,这几个人当时也是还好了 没同死,估计现在人都已经回美国了 当时全世界也是为之震撼 你说天地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 你要知道,我们都是从中国出来的人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洋人比我们是高一等的 真的,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只要你是外国人,尤其是发达国家过来的人 他的地位其实是比我们高一等的 真正了解这几个情况的人,你都知道这个事情 他们在中国,他们是享有很好的医疗条件 享有很好的教育条件 他们的孩子,在中国上学的话 政府给予相当多的补贴 你就想想,在中国 一个黑人留学生在中国来留学 一年补他十万块钱 住着这个豪华的学生公寓 而我们自己的孩子一分钱的无补 还不说,还住在那种这个什么 赶得出老鼠的,赶得出蟑螂的集体宿舍里面 完全不一样的啊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眼里 我们对那些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人啊 人群啊,是羡慕嫉妒恨的 但是羡慕为主了 我们都是非常羡慕他们 非常,在毛种意义上 你也可以说是非常欣赏他们 也可以非常羡慕他们 也可以说非常眼红他们 总而言之,他们是高人一等的 所以我们在过去在北京 我生活这么多年 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几个本地的中国人 对几个外国人大打出手的 不敢打,因为他们的地位比我们高 因为你如果打了以后 你会引起一个国际事件 你会引起国际,会引起外交纠纷 会引起这个全世界的中国的投资环境的不信任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刑事案件 这是一个国际事件 这是个外交事件 这是个经济事件 这是个市场环境的事件 你如果惹出这样 对外国人捅刀子惹出麻烦 那你吃不了兜兜走 这个道理我想不需要多数大家都明白吧 那此时此刻 最近一两个星期间连续发生的第二期了 我估计现在还有 先是在吉林对五个美国人 美国的知识分子 美国的教授大打出手 用刀筒在公园里面 然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本地的一个满汉 在苏州对着日本的母子两个人大打出手 而且你没发现吗 上一次捅了五个人 这次捅了两个人 都没有发生死亡的事情 都是有局部的伤害 而且不算重伤 真是拿着一把刀 本着这个不把人捅死的这么一个局面 然后去搞事 所以这个背后啊肯定是有巨大的政治诉求的 有巨大的政治意图和巨大的经济报复 这个不要轻易的认为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形式案件 绝对不可能 应该是 上次我就说过啊 沈阳的那边的那个什么什么杀手 是从北京过去的 杀完人赶紧就回到北京了 啥事没有我跟你说 然后找了一个人 这个苏州这边你看到 到时候又搞一个提罪羊 又又又又假不假实 所以破案了 都没有这样的事情 苏州这个地方 那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 那里的人再也没文化 早就已经习惯了 与外国人相处在一个地方 因为大量的公司都是外资企业 苏州南通无锡 就这些地方 基本上有一半的公司 都是外资企业 大量的公司都在 大量的外资公司 都把总部搞在那边 因为他们去上海进 进出方便 而且苏南整个这边呢 的确是经济环境最好 对外资企业的保护也是最好的 怎么可能出这种事情 你开玩笑 要搁以前的话 如果有这种事情 你真出现的话 那绝对把你的子丝 三点都给你抓光 我跟你说 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要理解这个事情 你得要看这个什么 另外一件也是同样 发生在苏州的案件 很多人没有允许重视 另外一家国际巨头 专门做硬碟的 那可是一个当红炸子机 在中国有巨大的生意 而且一直想在中国生根的 一个叫做西捷的公司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被这个苏州市政府开出了一个税单 一个罚单 还不是税单 一个罚单 15亿 完以后这个西捷公司呢 就感觉到中国已经不再适合经营了 然后就抛弃了所有的这个已经投入的东西 包括现金牛 包括这个厂房 包括所有的这个设备一套 一分钱都不要了 直接就是强行的关闭了中国的西捷公司 然后把工厂迁到越南去了 说这个为这个15亿 这个西捷公司苦苦的 哀求中国的地方政府 哀求苏州这边的官员 希望能够谈一谈 因为这没有道理 而且后来又做法律程序 打官司也打输了 最后没有办法 最后就干脆干脆就关门 就遣散了员工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经济环境 所以这两件事 你要把它联系在一块看 而且都是发生在苏州 所以我问了我北京的几个朋友 像这种事情以后还会出现 就是找一批流氓地痞杀手 专门针对外国人展开一种报复 一个方面是政治的报复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自由联盟 民主自由的国家都在围堵中国 因为席包子开倒车吧 席包子跟美国人过不去 一通一通一通撕 是不是 跟俄罗斯走得太近 这时候肯定有相应的大量的制裁过来 所以你现在如果还在中国做生意的话 你的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块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就是一场有组织 有系统的巨大的政治报复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外国人在中国语次 我北京的兄弟告诉我的 保守的估计到今年的年底 还有很多次发生 按照有些人掌握的内幕 应该是一周范围之内 一周时间真的会有一次 尤其是那些开放地区 什么上海啊 什么大连啊 什么厦门啊 什么广州啊 这些个外资公司比较多的地方 外国人待的地方 北京啊什么的 都会有出现外国人在中国遇事的情况 这种情况跟晚清的时候一模一样 就是他自己的日子过不好 他自己的问题 他不自己找原因 他不他不自己反思 他就开始很外国人 这是中国的一个 一种情感的一种观念的本能 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看那个晚清的时候也是 义后团也是要杀洋人 义后团杀洋人是得到政府的容许的 政府也想杀洋人 政府为什么想杀洋人呢 是因为政府不愿意直面自己的错误 政治动荡 经济不好 日子过不下去 就拿洋人撒气 这才是叫做什么 可怕的中国 从过去到现在没变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普通平民 他如果没有政府的背后的指点 没有政府背后的暗中的支持 没有政府的默许 没有政府的组织 他是不会得洋人大开杀戒的 一定要记住 中国的那些人没那么有勇气 他不敢惹不起这么大的麻烦 一定要懂这个基本的道理 外国人不懂 我们还不懂吗 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第一这是一个政治报复 第二这是一个经济报复 第三最大的看点 我们就要跟我们那些国外的朋友 我们跟他们要说实话 在交流的时候 此时此刻的中国已经不适合做生意 此时此刻的中国已经不适合外国人 在中国来生活 在上海 在苏州 在杭州 在北京 多少外国人 上海这个地方 几十万的韩国人 几十万的日本人 你知道吗 疫情的时候走了一批 但是还有一批人 他不走 为什么不走啊 咱把话说的要难听一点点 因为他们在中国 能够享受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 根本享受不到的优惠待遇 你真的不了解这个情况 我做过这个调查的 如果你是一对日本的夫妻 你的工厂 你的生意在苏州 你的孩子也在苏州上学 他有为他们专门设计的 开办的日本的人的学校 有他们的专门的医院 有他们专门的这个社区组织 政府每年要给这个家庭 至少要补50万到100万 你明白吗 你真不知道 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 他们在中国是人上人 在日本他就是一个普通老外星 在中国他是人上人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土工 中国他没钱了 没钱了 他就急急 他就去制造矛盾 制造新闻转移视线 完了以后把仇恨 把一切的原因 归结到外国人的身上 所以这个时候 动一动你 美国人 杀一杀你美国人 杀一杀你日本人 你放心吧 接下来法国人 韩国人 各种人都会被刺杀 都会被刺杀 而且他们分存哪里的非常好 我又不把你杀死 我制造一个新闻 是吧 完了以后人一没死 大家也不会往身里去追究 土工中国的背后的有组织的这种台外雄位的已经开始了 我是强烈建议那些生活在中国的那些外国人自己好自为之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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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